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你什么 一些这一波行情真的修正就是这些 中小型股 这边来讲 你一定要把它治疗好 因为这个实际上目前来讲 我认为还是小病 包括你已经生病了 就把它什么 就把它治病 你小病不医的话 中成什么大患 这边来讲 所以大盘实际上当下来讲 有个很好的结构在于说 它跌了35点 所以实际上也有股票 基本上它是好的 不是说完全都 这地方都是一直往下 这个地方也不是 这个地方来讲 你开始要把动作做出来 实际上严格讲起来就是说 实际上这波行情告诉你什么 实际上这股票涨多 就是它下跌最大的利空 实际上这也没什么 而且尤其这波行情实际上 终究还是告诉你一个 你要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 什么警惕 就像这次的 你要像他在传统 废废洋的房东事件 对不对 也是这样吸毒 总是不好 那你一旦碰到说那真的说 你怎么后悔都挽回不了 一样你要跟毒品说不 你要跟标股说不 我不要这种 这人为炒弱被人家出货的股票 真的说就算你短线来讲 赚一两只股票很好赚很快速 但是终究来讲快感一下子的 一旦你碰到一次就好了 你全部你的财富全部在里面 葬送掉 所以这地方来讲 不是说这边来讲 又在跟大家讲这种事情来讲 已经发生那该怎么办 对啊 就把它处理掉 就一并 你就把它处理掉 一定可以处理掉 没有什么处理不掉 因为这个是多头行情 好在这是多头行情 所以这边当下来讲 你也不用这么恐慌 因为昨天开始讯息也很 开始很混乱什么 因为这种中小型 基本上都有金主资金的配合炒作 所以说谁又被抓了 这个又被抓了 这个金主已经闹跑 人去楼空 这种事运开始在出来 反正这边当下 你就不用这么担心 其实你应该从这边想想说 为什么9593 何怀真要告诉你 勇敢地告诉你 不要再做了 为什么把买对一档 买对一档就够了 已经拿掉 你就知道我的意思意涵很深了 所以我说你给我时间 我可不可以带你获利 实际上真的讲 投资朋友来这边就是 不是为了短时间的获利 现在你的股市 真正感觉就是一个赢家的格局 跟输家的格局在哪里 赢家不是说每笔单一定要获利 但赢家他已经很大气 他走的一个方向一定什么 让你持赢保态 那个东西来讲 实际上反而这个东西很不简单 你要长长久久的让你所有 参与过你的股票 大家什么都能赚钱 实际上这个东西 这是很难上加 但它是有方法 这叫做赢家 赢家才可以在最后你在 总有一天你有一天 离开股市的时候你是带了钱回去的 不是一直在里面滚就是因为输了钱 一直在里面滚滚滚滚到 你要何死了啊 现在股市说出来讲来你也就是一个赌场 你总要有一天离开赌场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到底是赢还是输嘛 可是很多人在里面赢钱的时候就不会走 一定要等到真的输光的时候 没办法破产了 对不起我没钱完了 我在离场 你一定要搞到这个地方吗 你难道不能光荣的退场吗 所以你不敢退我帮你退 这地方来讲 实际上我讲一句话 讲已经很直接了当 也很直接的 这边行情来讲 实际上终究 你一定要救救你手上那些 已经没人要的股票 首先你要这样子 毕竟那边当下来讲 昨天有跌停的加速还在23加 它一定会开的 搞不好不小心 今天就有些股票会开了 我已经跟你讲 因为连续性这两天的恐慌性的消息 都已经把很多股票下了半天 但是媒体这个地方你要有判断力 反而这种股票会有机会 会有开的时候 请你把它卖掉好不好 你卖掉之后有亏损我知道 我告诉你一个何康 实际上这边卖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因为终究有些股票它还要反弹 我就跟你讲说它是个三部曲 跌升会反弹 对不对 一定要 对不对 反弹之后什么 为什么叫反弹 反弹之后还会再跌 你当然想到这个反弹之后会大跌 你就不会流念了嘛 你就把它这个三部曲记住 所以这两天在行情来讲 有些股票卖不掉 不代表今天卖不掉 尤其很多股票都已经人去柔空了 虽然我今天在电视上可以讲很多东西 我不愿意再讲 因为竟然很多很多人找我持股诊断了 也有人要做动作 也有人不要做动作 那基本上有很多问题都是 都是一些 一些同业本身的一些作品 我就跟你讲说从现在开始 有些人基本上这种股票 基本上也是有人很喜欢 但是毕竟你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如果这种股票基本上是不好赚 你就不要做了嘛 说实在 我跟你讲真的 我这个人基本上没有这种偏财运 这个叫偏财 邪门的财 对不对 我基本上就是没有 所以我这个人很乖乖的开大门走真 我常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这种偏财 你先去算算你的八字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偏财运呢 这个上面只是带邪门的财 你才有办法赚这种钱 否则说你没办法赚的啦 我基本上我就没有 所以我也不是嫉妒 我从来都不做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我连谈都没有跟你谈过 最好当下说实在 大盘跌了这么多 你又感觉到说真的说实在 跟我会员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会员根本轻松的不得了 你就后来发觉到 我们的股票真的让你可以依赖来靠山 虽然大盘不好 好的股票终究会跌 但跌然会怎么样 他终究还会涨回去 有些跌的感觉不一样 就像硕和 昨天有没有要涨了嘛 对不对 当然说实在 他目前这个地方 大盘再往下 再一个力量 他马上要大涨 要创新 要坦白讲 说实在我也不敢跟你讲 但是你给他时间 他还你个公道 就跟国具一样昨天创新高的 可是你有吗 你早就已经把他换现金回来 去买这种股票了 这不是很冤枉吗 所以我跟你讲说 今天一样你不敢退我帮你退 像我当下来讲 昨天又两档股票也是在电视上公开 给你赠送给你的股票 对不对 有请你要注意 我在联发科 在开始要跌的时候 当然联发科竟然是没跌 是因为大盘政府对你很好 他在撑盘 真的不是我在替政府讲话 在这波行情的确 有一只手一直在撑住这个盘 所以大盘基本上 好坏非常的分明 但是坦白讲 联发科的一个上涨 不会带动很多 他只是让你告诉你说 开大门走震的股票涨 但是从联发科所延伸下 那个Lily Cork的股票 你一定要把它卖掉 我跟你讲 所以有上半年很多 是跟着别人那些起哄涨上来的 媒体的宠儿 包括涨太多 业绩又不好的 包括这个东西才讲 你就从这边去找 包括那高档去报大量 收黑黑棒 你要嘛就买不到 买到就开始一路跌 这种崩跌的股票 你就跟他讲 我觉得这种股票就是什么 任何卖掉都好事 赔了多少钱没关系 这些小病还可以医 总比你把它放在那边 长期套牢来得好 在股市不是 我一直跟你强调 在股市上 真的说上 你要不断地把你的现金 累积在口袋里面 你绝对不是累积一些股票 在表面上 你只要面临到你的股票 长期的套牢 你就告诉你 这辈子你就完蛋了 你就告诉你 你怎么样拼都拼不回来 你也不用参加老师 也不用参加投资 除非你要改变它 你跟宣 就像跟毒品一样宣 你跟我说我一定要戒毒 对不对 你要戒掉这种长期套牢 你才有办法真正的翻身 我跟你坦白讲 你参加再多老师都没用 帮你参加和怀针也没有用 跟你讲真的 如果你不愿意出你套牢股票 你不要来找我 因为你一定输家的 我跟你讲真的 我讲话真的说实在 有时是有点狠 比较直接了当 但是真的说实在 无非是告诉你什么 你的机会在哪里 机会就是解套 把我做动作 就像那天联发科大长 说实在跟他上涨的这些股票 你是不是现在回过来 他昨天盘移 我的股票有时候是有点慢 但是他的趋势绝对不给你看错 就所谓慢就是 不会这样随机长期 不要随 随便马上上下下 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但是我的趋势 是绝对十拿九稳的 你看看3594的盘移 昨天下跌了 开始不是单只这样 开始持续正在跌 也会反弹 你任何卖掉都好事 但是再也回不去 当初8月1号 我就提醒你 不要因为联发科的上涨 所买的股票 请你一定要赶快把它出掉 这就是3594的盘移 跟5272的深刻 一样物联丸概念股 很多是上半 我在提醒你 这种股票就是炒作的股票 有 你仔细问我说 老师物联网是不是未来没有商业 绝对有商机 但这个商机里面就只有1没有2 要找未来有机会找给你 但不是当下 最少我从来 我也跟你讲过这个盘移跟深刻 这两天你随便做动作随便赚 你只要跟上我的脚步就好 我在电视上这份资料 公开多久跟你讲 单单8月1号 你愿意做动作 你这张股票把它卖掉 这样可以吗 包括这个地方你不能做空 它公司又没获利 为什么你要这么爱它公司呢 公司都不爱它的公司 你干嘛爱它 这是实在话 公司是一个没有钱的公司 你还拿钱去买它的公司 这就是奇怪 投资朋友你真的是很善良到很好骗 所以公司自己都不爱 你加把劲的把它放空 我跟你讲真的 这没什么缺德的事情 它公司都自己不爱它自己的公司 搞到亏损 我们为什么要跟它按个站子 包括这种人去柔空的股票 报答 现在进来也有一个人来 有几个投资朋友来找我 它已经跌停板了 说实话我也没办法 因为这种人去柔空 我只能跟你讲说 你就看开一点 重新再多 不管你剩一二十万各方面 我尽量 我一定会帮你赚回来 因为最少你当下愿意处理 代表你还是有愿意给自己个机会 对不对 因为毕竟这种股票 人去柔空 你要叫它等一下哪里去 已经连续五支跌停板了 它会不会开 有一天一定会开 但是就怕你不愿意卖掉 真的 五天起来它在哪里 它在黑K棒 还在平台上 就反弹 反弹就是要大跌的开始 现在已经没人要了 那当然这个地方 也不是刺激大 是说你要记取这个教育 实际上这个对我来讲 都是小病 包括你手上要保达 没关系你勇敢一点 我更要补你 怎么样把它赚回来 我跟你讲话是讲实在话 那你不要说老师 几天在那边现板 现了掌停板 那边很多标股 你继续去参加 我跟你讲真的 很多人还在跟你讲标股 我何华还真不跟你讲这些东西 很多 你可以找寻一些名师 你喜欢标股 实际上这种是人之常见 你喜欢还是很多人在跟你谈标股 但是毕竟答案终究 你要接受那种考验 因为说实在的 这种东西来讲 不要让你赌一遍 这样就好了 我还是恭喜你 希望你是赚到这边的人 不是赚到这边 不是赔在这边的人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那基本上因为我赚不到这种钱 讲实在话 我就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所以基本上我从来不会跟你谈这种股票 包括高桥 我也曾经提醒过你 在涨的过程 你听不下去 但毕竟你看看 这就是投顾的形态 包括你的罪爱 涨你买你买不到 跳空涨你买吸引你 等到他带你 老师叫你今天参加会员 你买多一点 结果你就套了 会费我给你少收一点 随便你 你只要有诚意就好了 就这样一句话的话 说实在 如果你都相信这种东西 你就我好受的 真的 老师周围 你也入住 这个全部都是你的 最麻烦的地方 前两天也有一个人 他不要做动作 真的打电话进来 他就说他不敢 讲实在 因为他天天都有机会反弹 就叫高桥这档股票 他也知道我在那时候 他就是买了高桥 对 他买了高桥之后一直跌 但是每天他都 他心里都七上八下 现在也不是我的会员 我只跟你讲 如果你有这种情况 不要打电话进来 你自己看着办 毕竟这种股票再次跌 每天是越跌越深 因为什么 他都有反弹 都有一点红 让你有点希望 那如果你是属于这种人 你不愿意处理事情的话 你就自己看着办 你不要来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我看着会很难过 因为你就 你就要 代表你现在还什么 你可能还有 你有你的方法就好了 反正去找你老师处理就好 我只跟你讲 实在这种情况 全都套你自己看清楚 你现在回过来 他那天来找我在这边 来到这边 已经来到这边了 就这样子 所以实际上这边当下来讲 很多股票一定会什么 我要最少你就把它严认这样 这今年大盘低点在哪 823年 你自己看你的股票 有没有回到823年那个低点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一个小小的最小跌幅的满足点 我只这样跟你话加在这边 所以我也希望说你要珍惜这一波 实际上大盘有一支很重要 因为它是个多头行器 所以它都有反弹 反弹你都不 反弹都有给你机会出 你如果不出 就会再大跌 剩下我就不用再跟你讲太多 就像盘宜来讲 已经来到50块了 你当初愿意做东西 这16块钱 那你看看为什么 衰退 你要查清楚它的一个 一个基本面的改变 说实在这种东西 实际上我们的一个团队 最大的优点在于说 我们很重视公司有没有获利 公司是不是有钱人 你敢有钱人 做的怎么并有钱人 讲实在话 你不是要赚钱吗 那你干嘛跟着那些没钱人在一起 没钱人要你钱的 你要跟着有钱人在一起 他才不会让你破财的 这边当下来讲 包括深刻来讲也正代谍 还有 现在更恶劣的是这些外资法人 你真的不要再听了 我最讨厌就是这些外资法人 当然有些人是好的 但是你分不清 你基本上最少 我是你的朋友 LED昨天又大 但是你好好看看 在8月20号的 就是8月19号的时候 这是传真稿的时候 我们写下来的时候 他叫你罕进金电跟异光 我就特别在传真稿 当然我的传真稿 就比你的那个 就可以帮你避开 就可以跟你判断一些 一些爆炸媒体的一些解读的人力 金电跟异光 你也知道我的个性 我从来就没叫你买过 如果严格讲 5月份我就叫你金电早就可以退掉 你去买国具还让你赚钱 我想你是我的长期的电视机观众 你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包括进来 他要出货 他要告诉你买罕进 结果隔天送你一个谍听板 你要找谁要 真的是 跟你讲这种看起来是很正派的外资法人机构 结果搞这种事情 所以说投资朋友 你不要太善良了 媒体也是会有人利用媒体来什么 要你的钱了 所以当下来讲 你看到这种事情干什么 所以跟你讲说 你要有一个判断力的人 帮你解读一些真的一些消息面 包括当下来讲 实在大盘今天你还是要做动作 因为你不做动作 我跟你讲长期套牢 你就准备就是告诉你说 你也不用在股市玩了 你快点回去 讲实在话 代表股市你是越高会输越多 当下来讲 好我只能把话给你带在这边 那当下有没有什么机会 当然有机会 回过来我会跟你谈一些东西 因为毕竟 融化已经涨停板了 所以你的机会很大 我要跟你讲真的 包括国具都可以创新高了 虽然他昨天没有大涨 但是他都可以创新高 里面隐含的价值在哪里 回过来跟你讲 当下来讲 当然最重要还是告诉你 你当下开始准备要做动作了 而且要大幅度的做动作 你才可以把这次拼回来 不管你要做多做空 你只要把动作做出来就好了 我跟你讲真的 因为这边有行情缩散 它是个两极化的行情 它的行情是很快的 都可以见真章 所以你一定要做动作 该证明我已经证明给你 那当然当下你在乎的我知道 我还有别人的会期 因为我怕你在做错事 所以我没关系 我一次帮你吸收 你待机投靠 包括你不管你看节目 有些看节目 老师都能去柔空 老师怎么才去抖 就找不到人了 没关系我帮你处理 好不好 真的我帮你处理 最少我不会给你做一些 做一些违背量 我不会给你做一些乱搞的事情 你放心我的股票 基本上或许有点慢 但是我跟你负责 我的趋势 我敢在9593跟你讲说 这方避开风险 现金满党 当然这个诚意你就够了 就相信我就对了 吸收你的会期 这样好不好 有兴趣的 确定你要做动作 因为乡下你一定要做动作 因你的小病 赶快把这个电话留下来 确定好之后再打电话 不要在那边进来 然后犹豫不决 就像前两天那高桥 你不慢 你看看 你打电话又继续跌了 他搞不好现在还在看我节目 好不好 真的你不做动 不要打电话进来 我这边来讲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凤凰团队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小婷今年十岁 她只有一个小小的人 希望奶奶身体健康 爸爸在哪里 全台超过十万名 若是家庭儿童 放学后无人陪伴 孩子的困境 是需要支持与陪伴的 请捐款支持 基督教救助协会 以旧以旧以旧陪督计划 让小小梦想 引风飞翔 午安 飞翔 谢谢你 亚洲头部 你知道3C产品会加速眼周肌 不老化吗 全新DNA特论 再生眼部修复系列 让年轻从眼开始 解决所有眼周老化问题 DNA特论眼部修复系列 雅诗兰黛 想掌握股会是最新动态及资讯吗 飞凡商业台拥有全国唯一极致盘 请锁定周一到周五 八点四十五 飞凡场前报 美国我们定个单元 所以当下大盘是一个很重要 一个转折点 又重新在这边当下出现 这个转折点你只要掌握 你九五九三真的不是安慰你 那个时候没有听话都没关系 那个说实话那都很过了 现在说实话这还是小病而已 你还可以把它什么 因为是多的房间 小病你可以医 不医你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大病 我想这当然是人 一定要你要找医生医病 然后赶快把它治疗好 切记 不要去跟 哎呦不要插味来 这多的房间 不要放那里好 这个地方不是在那边长期投资 我跟你讲 那长期投资就是什么 你就是一辈子 你要爱他一辈子 你要确定 而且没得讨的 如果你确定要这样 你喜欢股票 你不喜欢钱 那你就继续抱着 我跟你讲真的 这个地方是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个股票说实话 你只能每天看着它 所以甚至还有一个人 说你今天很不敢睡觉 我说为什么 他现在说实话也讲 他说手上他就是有机 反正不用讲 明天又跌停班 人家别人会反弹 他永远没有机 我说也不要这么样悲观 他总会开的时候 这地方来讲 但是就是确定告诉你说什么 有些人是面临这种情况 是积痒的问题 何况你还可以解决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担心 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 只要在股市 你还在里面 说实话 真正那种什么 你还没有真正离开这个市场 你担心什么 他有很多机会 而且这次机会当下在那里 我也大胆地跟你预测 实际上龙化已经连续第二支掌停班 这就是一个多头非常重要的暗示 我跟你讲 我真的讲的话跟你讲 跟别的就是不一样 我敢跟你领先 好就是好不好就好 龙化为什么 你老师怕 是 龙化这边 公司要破产 不会 他是有保险的 而且这种公司 实际上他公司是正派的公司 碰到那种坏的事情 没办法 说实在一个肚底 我说实在 我不是替龙化的老板讲话 说到这种事情 不管任何一家 碰到那真的是衰 那流年不好 坦白讲 也就是要处理 但还好 他这种体质完 上的公司是有保险的 但当然说实在的 有保险 所以基本上 公司没有不会怎么样的 一定会处理的 这个地方一定会处理 所以龙化基本上 两支掌停班 告诉你什么 因为这波实在延伸下来 会大白后来 会这么凄惨的情况之下 在有人说也是气暴的问题 当然这也是一个其中原因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之下 所延伸在引发性的一个 一个骨牌效应 还有包括什么 盗卓音告诉你什么 金主已经落跑了 当这种信息 讯局出来的时候 反而这地方 你就不用太担心 但是记者告诉你说 这种股票 真的是有人为在炒作 不是何怀 是NAS在骗你的 我跟他讲你被出货的 我NAS跟你讲的 就这么简单 这种东西说实在 有点得罪你 但是我必须很担心你 人家就不要拼命买 拼命买干什么 这东西我能做 我已经尽量跟你做到了 包括我跟你讲 是最恶搞的还不是这些 还有那个外资法人 跟你喊那个LED要买进 结果昨天就跌停 那时候真的… 真的被这些外国人搞到 真的是很… 很什么 你真的是… 真的气死人了 你还把他当作圣子 我跟你谈谈 我的看法如何 龙化已经第二支掌停板 我告诉你 你的机会 他再一次暗示你 这不是昨天我才跟你讲 我前天都跟你讲 早上… 昨天再走一天早上 你如果早上看到龙化 平板你去买 你当时都会赚一个掌停板 这个才是真的 而且他第二支掌停板 告诉你暗示你 多头的讯号已经出来了 这个地方真的不是空头 他是修着那些 里里扣扣的 那些不应该涨的股票 人家要钱嘛 选举到了嘛 人家要换现金 我不是没有告知你 所以接下来这个地方 回归过来 就开大门走这种股票 现在反而融化这种股票 说实在就没有这么恶劣 都在动作康老师 都没被来出货 对不对 不是对的 这种股票告诉你说 它是一个多头再次的暗号 告诉你说很多股票 它在低交股的位置 类似像融化低交股 它是你的机会来临 所以你勇敢地把它换掉 但是想实在话 你一定要给我时间 因为实际上这半年报 这在修正是很多半年报 不能见人 要不要怕死人 亏这么多股票 股价涨这么高 那当然是一定要跌 那接着有些股价本身 它半年报是很优质的 为什么国具可以 半年报非常的漂亮 所以为什么国具可以 那答案就出来 国具那时候14.5 为什么老板要买这么多 老板知道工具都探紧 最少担当这个老板 基本上他不是要你的钱 他公司自己都很会赚钱 他干嘛要你的钱 他不会出货给你 所以他买进 他买进你就赚得到钱 昨天他就创新高 虽然他没有涨一倍两倍三倍 没有比外面跟你讲的股票来得多 但是真的说我觉得这是扎实的获利 你如果觉得这样不错 你愿意回贯 你的机会当下很多 因为这个股票 以国具来才十几块的股票 可以涨上 实际上你给他一个三个月时间 而且量很大 你要买多少有多少 对不对 这种股票基本上才是你要 它才可以帮你报一箭之仇 如果这次你再 真的说实在来 真的说已经 你确定要做空 还有很多股票什么 还要被出 还要再跌 我跟你讲真的 你就勇敢地把它空下去 我带你空 类似像盘移这种股票 业绩衰退的股票 你不敢空我带你空 这个东西 但这个不是全面性 因为毕竟这种东西 是你有需求的 我也不建议大家全面性 因为毕竟空单都很少 空单不是很好操作 我也不是很喜欢带 但是有时候 毕竟你当下已经很急 那只有时候 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些 美格在哪里 既然我9593 看得出这个地方 有人在倒货给你 你就不用担心赚不到钱 你就相信我 亏损的部分给我时间 你要给我时间 我给你获利 因为这个地方趋势说实在 我们的凤凰团 是很勇敢地告诉你 而且十拿九稳 而且十拿九稳 所以当下融化 已经告诉你什么 第二次涨 暗示第一价外股 有很多已经超跌的股票 这个地方已经要上来了 所以这边当下讲 国具你已经错过 也没有关系 融化说实在 都可以这样涨上来了 国具也可以这样 所以十几块的股票 当下还有那种 拜年报相当亮丽的股票 到底有没有 绝对很多 绝对很多 一档一档 我正式都会慢慢推出给大家 那当然你只要相信 我们选择国具的人力 国具的人力 这样子的觉得不错 这波行情说实在 不是很亮丽 它都可以上涨 未来的股票 未来的股票 有一档会复制国具的经验 这个东西来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慢慢跟你讲 你要换股 再来找我这边来讲 而且待机投靠 全面性的吸收你会去 主要超级水面 全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投资公辈啊 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敢没当周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危险吗 有些无效业者 会租土地来 望住了威瓦会起雾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地主还有常常巡逻出租的土地 哪有会造成污染 地主还可能被关 而且最多可以活过三百万人 请再看行业保护署 欢迎新闻 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过马路 不当低头足 脚步快一点 安全多一点 车让路 人快步 生命有保护 就算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期见 这期见 我 让人 写 小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